大家好,我现在河南省许昌市 我身后是鹿鸣湖公园 离我住的地方大概700米 我走过来了 走,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因为这段路的话700米 它没有公交车 也没有共享单车 所以我只能走过来了 看一下这三个大字 鹿鸣湖 后面有梅花鹿的雕像 我们过去看一下 脸之梅花鹿 这个鹿角好大 纯薄绣缸打造 我要近距离来欣赏一下 我在釜阳的时候就订酒店 就知道这个湖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所以来这第一天呢 我们就过来走一走看一看 这个鹿角是真好看啊 这个被打磨的 那个叫什么很光滑 然后鹿深的话 好像是薄绣缸焊接起来的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梅花鹿的这个雕像 终于走到湖边了 哇塞太棒了 这边有很多同学们在这里拍照呢 哇塞没想到这个湖这么漂亮 太优秀了 可以在这里骑车 散步 溜的 我估计等到晚上的话 这里会不会更热了 我猜啊 晚上这里人应该会更多啊 今天呢 就是下午的话 它还行不算太热 因为天上有一点云嘛 而且好像是降了降了点温 要像前几天的话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热呀 哦 这个水还很清澈 目测溜游的 估计还挺深啊 目测还挺深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哇塞可以啊 相当优秀 看一下西洋西下 我估计等一下日落的时候 站在湖的另外一边 可以看日落啊 它这个面积虽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啊 哎呀太棒了啊 尤其是这个侧面 远处还有一个山上还有个亭子呢 这个水看起来绿油油的 估计有个碾三米深 是很有可能的 这么干净的湖泊 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水很干净的 真的 非常的清澈 不简单啊 真的不简单 沿着湖边 再往前走个几百米 哎呀 真的好凉爽 坐在阴上的地方 非常舒服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背影 肯定会 非常的好看 怎么样 这个背影堪称一绝啊 完美的不得了 我来这之前 我知道它有个湖泊 但是水干净的 像那个 像水库里的水一样 真的 干净的不得了啊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你说它这里 长江也没走到这里啊 淮河也没走到这里啊 那它这个水 为什么这么干净呢 而且看着挺深的 看着至少有两三米深啊 问题是它的水 为什么没有活水的注入 对吧 没有河流对这里面 注入水的话 那它为什么这么干净 这就厉害了 对不对 您常见的如果水 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啊 它这个就像高 高峡出平湖的那个水 就达到这个级别了 但是它周围没有山呢 你看 这周围除了高楼大厦 它就没有山 你说它没有山的情况下 这个水能达到这个 一类水的标准 就类似于那种 那种像什么水呢 类似于那个云南浮仙湖的那个水 可以说和那个有点类似了 哎呀 我站在这旁边 能看到小鱼儿在游泳 估计这周围没有人钓鱼 这里肯定不让钓鱼 但是我能看到小鱼儿在游泳 这个鱼儿在这里欢快的 哎呀 这个水太干净了 这是我来之前 我都想的不敢想的 因为我看了地图 它这里好像没有河流 没有河流 但是它的水居然能达到 一类水的这种标准 走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就不再往前走了 那远处好像还有个灯光篮球场 同学们就喜欢在那里打篮球 那边远处有很多的小花花 围着这个湖转一圈 估计有好几公里 太棒了 住在这周围的人们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 都可以到这里来溜达散步 等一下太阳会从这个地方落下去 你看一下远处的水面 波光铃里的特别的美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